Hello大家好 我是丁丁 新年快乐新年好 我们这次来到了韩版天堂M2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本周的更新有许多就跟新年有关系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吧 快速帮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2月7号的晚上8点 会有韩国的改版直播 算是新年直播贺岁活动 台湾的话大概是7点 可以准时的收看一下 第二个活动内容是讲 那个韩国的新年强化活动 他这个强化活动主要就是讲说 又出了过去那个圣诞装备强化的内容 那这次的活动 每日任务会有个消耗100叶子 就获得一个新年农历礼盒 打开可以获得三个活动的冲装道具 分别是鞭炮、风筝跟福袋 在这边 然后你只要强化到指定的强化值 就可以塞入卡池当收集品 那这个收集品全部都是限时回收的 到3月6号 那里面可能有经验值加8% 还有减伤加1 然后经验值加2% 还有生命值加100 然后这些东西你强化完之后 也可以换取对应的道具 像第一个这个可以换到农历新年变身卡盒 还有那什么 符石变换 符石变换石等等的 然后再往下看 这个新年的卡盒可以开到 隔壁机开到一般的蓝变 地球卡盒以及新出的韩服变身卡选择箱 里面可以选择韩服男孩跟韩服少女的 两张新变身卡 好第三个活动内容就是讲到新的地图 活动地图蓝龙之地 这个地图里面会有个buff叫做 英海撒的祝福 这个祝福可以让你的叶子消耗减免20% 然后你只要在里面击杀100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一个年糕汤 年糕汤会获得就跟龙之圣水是一模一样的能力 然后里面会打到这个蓝龙的凭证蓝龙令牌 这个令牌可以换取对应的虚保 其中这个大奖应该就是龙之魔法娃娃卡盒 那这个卡盒的大奖就可以开到蓝色蓝飞龙 蓝飞龙然后现在就是一般的基本蓝娃 第四个活动就是在过年期间这个副本时间延长啦 所有的符内副本都时间过一小时 第五个内容就是计票 那本次的计票他的图案是一个宝箱啊 所以看不太出来是什么职业的改版 然后最后一天可以获得三个神秘的蓝变蓝娃跟蓝生物卡片 然后这次一样开放了特殊的计票 他的图案是一颗太阳 圣剑刚改完了 所以这个太阳就猜不出来是什么改版了 我们在之后再思考一下吧 好 再往下看本周刚刚讲的新增了两张变身卡 一个是韩服 韩服少年跟韩服女孩 然后他们的能力值并不优秀 但是卡池非常的优秀 他的卡池有伤害减免防御经验值 还有伤害本身 好在下面一个活动讲的就是农历新年的特别活动啊 在2月10号的星期六晚早上10点就会发放这个农历新年礼盒 礼盒里面开出来东西就是新年的一些基本物资 像年糕汤然后万能补充食 还有三个压色钱红包 以及一个综合综合卡包 那这个福袋里面开出来是那个 这种五色硬币啊 对不起四色硬币加高粉 四色硬币加高级粉末各2024个 他可以开三个 所以是2024乘以3全部 好移民开放 好再来这边看就是 关于这次的兑换啊 周末兑换可以换这个东西 新卡片 使用120万的变身币 可以兑换变身卡韩服少年 还有变身卡韩服少女 如果你变身币没这么多的玩家 也可以使用88个活动道具 就是6000转 6000转就换一个韩服少年或韩服少女 都只能换一个 然后这边还有可以使用30个活动道具 去兑换这个特别假期套餐的礼盒 那礼盒里面会给你 卡包还有综合硬币 以及这个凭证 假日凭证他一样可以去换 这个韩服少年跟韩服少女 你只要使用4个就可以兑换各一张 然后再往下看 本周韩版的周末制作开放的变身卡 是月之刺利安跟冰之女王 还有综合卡包 然后这边一样开放了黑兔少女跟黑色漫波兔的制作 黑兔少女台湾还没开放过 这次只有这个神秘的 神秘的特殊抽卡包 还有10万高粉 好大家请参考 好再来看本周的个人 呃应该算是个人的周末制作内容有 爱欧丁的 顶级最爱欧丁的最高级符文盒箱 然后其他都是一分基本物资 好再来看本周韩版的先进制作就是 那个信念之塔三楼的装备 好再来这个就是这一次的周刺制作啊 本次的周刺制作会有这个欧灵的 饰品强化犬轴还有无头七世啊 就杜拉罕的生物补给箱 内容物是一模一样的哦 就是10包高级卡包跟5个综合1B箱子 好再来本次有一个新的消息 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 这次的组合包里面开放了奇缘成的商人贸易品 这次的商人贸易品是针对成长装备使用的 他里面这个箱子可以开出的东西有 第一个是40个龙之水晶选择箱 第二个是60个成长手环 第三个是36个成长内衣以及片200颗龙钻 所以这个组合包就是针对龙 龙之水晶还有成长装备做贩售的 然后这次还同步加开了一次 龙之水晶保底加5的兑换 还有加5成长手环的兑换 加5成长手环需要使用240个箱子 可以兑换一个保底加5 龙之水晶就跟之前一样180可以换 可以换一个值 差别在于这次使用台币礼包 然后这次因为假期嘛年纪期间 他新开放这个活动期间限定贩售的假期成长套餐 里面全部都是卖艾比诺盆地的物资 像里面一包有10个补充宝石 20个崛起粉末以及20个那个 梦寐以求的惊艳药水 好再来这个这次的期间的他们的 蓝赚包啊就是 杜拉罕的高级物资补给箱 还有杜拉罕的凭证 应该就是2000专跟500专 那这个凭证这一次能够换的物资也是一般般 就是16个代币可以换3个神秘的英雄卡片选择箱 好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 详细的内容以及细节目有会在3点30分之后的完整内容帮大家做补充说明哦 我是念念这支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